中国人讲究,义行不行,意思就是吃什么不什么,这固人有点夸张,但是不是全无道理,比如,就有人说,吃核桃补脑子,因为核桃人白开来,就跟大脑肠一样,虽然理不是这个理,但是最终结果是没错的,核桃含有丰富的钙铁鳞夹的微量元素,含有胡萝卜素和黄素的维生素,而且它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, 营养价值极高,倍感性温,还能播血分,润造花肠更功效,而且核桃吃多了,冷黑吧,减少压力,降低属性癌的风险等等,总之是个非常好的东西,所以,如果孕妇平时多吃核桃,对胎儿发育,自然是好的,但是也有个最佳时期,不是无论什么时候吃,效果都是一样的,孕妇在怀孕初期, 三个月左右的时候,开始吃核桃,是最好的,因为这个时候,肚子里的宝宝正好开始全方面发育,所以对营养的需求很高,而恰好核桃的营养价值极高,非常适宜多吃吃,能有效帮助胎儿大脑和眼睛发育, 一般来说,孕妇在吃早饭的时候,将核桃打进豆浆里,是一种很不错的吃法,或者午后的时候,吃上两颗,也不错,也不能多吃,吃两吃吃就好,亲爱的宝妈,孕孕鸡的时候,吃核桃了吗,是怎么吃的呢?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